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论言投顾 杨天迪 今天是10月26号 礼拜五 美股在昨天是大涨 台股在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一度大跌120点 你有没有发现了一个关键 美国股市大跌 我们跟着大跌 美国股市大涨 我们就开高走低 还是下跌 这代表什么 代表目前的趋势还是向下 就目前整个盘面的结构当中趋势还是向下 那其实你压缩下来之后 一定有很多的全值股被压下来 最近出现什么现象呢 出现了非电子补跌 电子股本身还在跌 但非电子股开始出现补跌 举个例子 国泰今天在今天中错了2.66个百分点 你看它的股价走势就知道 有没有 之前都抗跌 抗跌抗跌抗跌 在今天一根长黑棒撒下来 开始补跌 国泰金富棒金都是 金融股开始出现补跌 这个补跌的现象 之前不是有人说吗 政府基金会护金融怎么会不护 为什么它会出现补跌的现象 你只要护盘的手一拿掉 那就会补跌 就会补跌 另外一个部分呢 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它相对电子来抗跌 有没有 我跟各位谈过 多头的结构是落后补涨 空头的结构是抗跌补跌 所以最近开始出现了抗跌补跌的现象 国泰金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在金融的身上 非电子包括传产包括金融 它相对电子来讲 它是抗跌的 那现在呢 电子还在跌 那非电子的部分开始补跌 有啊 雅尼今天重挫四个百分点 你自己看 雅尼 其实雅尼很早就跌了 在九月在八月跌的时候又跌 可是后来有一段不是拉上去吗 你从这个地方来看 它后面开始出现补跌 有没有出现补跌 国泰金雅尼 国泰金是金融 雅尼是穿战龙头 对吧 包括了台宁 所以我们就不再分享这个概念 就等于说你知道一个状况就好 最近的非电子股 开始出现补跌的行为 好 那这就是抗跌补跌的效应 这个基本上空方的结构之下 就抗跌补跌 那在电子股本身里面呢 也一样 今天跌最凶的 都是近期或近期比较强势的股票 譬如说 最近有一档股票很强 叫做美率 美率直到今天才跌 你看它黑线形态 到了前天 到了礼拜二的时候 他还在什么 还维持在高档多头的结构 那礼拜三的时候还在高档 礼拜四 虽然跟着大盘一起杀下来 但是呢 他在下影线有没有 很漂亮 今天重挫跌令 抗跌补跌 这次外资调升平等 一样抗跌补跌 除了他之外 最近 弹上来蛮强的4947的昂寶也一样 之前都什么 都很厉害 弹上来之后都很厉害 今天跌力满 出现跌力满的倾向 就不再列举了 也就是说最近 弹上来的股票 那么也会出现抗跌补跌 包括 如果昨天拉上来这档倒是要谈 就还没有破底的工具机叫雅德克 今天 开始补跌 打到快跌铃 好 本来我有跟各位谈过了 说底部的现象是什么 利空消息一大堆 然后呢 股价进入一个长时间的整理 成交量是萎缩的 我之前跟你谈过这样 所以我当时有跟你谈到 我在观察工具机 有没有 我在观察工具机 那我观察的是上瘾 并不是雅德克 可是我放弃买性 我观察不一定要买 我有跟你谈过 那个条件要符合 长期打底的条件要符合 那我今天跟各位报告 我放弃工具机这个族群 为什么一定是基本面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状况 我才会放弃 那相对来讲 也就是说最近的大盘结构里面 我有跟各位谈过现金为王 保留现金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你绑住手脚不要乱动 对吧 即使动了也是短线 我昨天128买的核大 今天132就跑掉 不跑不行 因为我不跑它打回到122 最近的股票有很多都类似这样 都类似这样 所以呢 那我们就开始出现一个现象啊 你如果不绑住手脚 我要怎么样让我的会员绑住手脚 短空嘛 短空嘛 礼拜二空 3105的文貌 空113 今天来到最低来到86块8 不 礼拜二啦 礼拜二空的文貌 113 今天来到86块8 礼拜三我空什么 空夜城 645 6夜城 空108 今天来到91块6 礼拜四 昨天呢 空5264的海盛 我有跟你谈过 48块 今天 42块2 我还空了 排数 我不是跟你讲吗 102空的 今天 98块 好 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些短空单的动作 我要告诉我的会员就是 如果 你想要做多 不如把资金拿来做短空 好做短空 每一个 空点我都有我的一个想法 有我的一个不是乱空的 譬如说 我空文貌的原因是告诉你3D感测 可能在明年的这个iPhone里面可能会被拿掉这功能 即使不拿掉3D感测 我可以用其他的解决方案 我不再需要PA 对吧 这是一个PA的需求会减弱 所以我才去空EB13的文貌 然后我空夜城的原因是跟各位谈过 明年的这个3D压力出控可能这个苹果不会再用 它在飞瓶阵营里面也没有普及化 然后它有新的加入者 欧飞光 抢订单 这小3加进来 本来是陈宏跟TPK 两个 就是夜城跟这个陈宏 两个这个分食苹果的订单 现在加一个小3叫欧飞光 中国大陆小3 好 欧飞光进来 所以呢 被分食掉 对夜城来讲不利 所以我才会占108块空夜城 凯胜的部分我昨天跟你讲过啊 5264的凯胜 我说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关键点不是在 这个所谓的一个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吗 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的生产基地是在中国 你的生产基地是在中国 夜城还有一个台湾的竹南厂 我告诉你凯胜 连中国以外的生产基地都没有 可是他美国的一个占比高达 这个营收占比高达百分之38 再加上他为了抢下苹果的iPhone的 这个所谓金属边框的订单 他现在费用 费用是大幅增加 然后新街的订单量很小 而且他良率不够 良率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凯胜最近不是腾起来吗 对吧 看起来很强 昨天一个黑棒就打下去吧 所以昨天空48 今天打跌地 来到42.2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我说现在你要注意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这个大盘的结构 基本上还是空方式 所以即使今天盘中不是大跌120点 收盘只跌了31点 所以他基本上拉了90点的下影线 拉了90点的下影线 下影线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低点向后退 就代表空方的结构是存在的 你除非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一般讲三天原则嘛 你的低点三天不能被跌破 不是一天的下影线带上来就有用 所以有会员在问老师 今天的国具很强 国具很强 是不是回稳 我是跟我的会员这样讲 我说你看国具回不回稳 可不可以买 不是看它一天的价格吗 你要看的是什么 你要看的是成交量 我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对于工具机不买了 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叫 中国跟日本 他打算重启货币交换协议 互换协 互换不是交换 中日打算重启货币互换协议 这个地方说明什么 中国跟日本正在拉拢 日本在跟中国拉拢 日本脱离欧美之后 那么基本上 因为川普也打日本 那个关税一样照打 不是打他的汽车吗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这个不是只有美中贸易战 所以现在变成其他的非美国的部分 大家要联合起来嘛 所以中日这个签了一个协议 叫中日重启货币互换协议 2000亿人民币为期三年 好 也就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有一部分的东西 会向日本买嘛 我跟各位谈过 我在昨天讲过 我说为什么美股会掉下来 为什么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厂会那么惨 是因为本来中国跟美国半导体 这个购买美国半导体设备的部分 它转向了其他国家来买嘛 所以变成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厂的一个 这个销售就不利了 好所以同样的逻辑 我跟中国跟日本签订了一些 有好的一个协议的话 它会不会有些东西会跟日本来买 会喔 那工具机我们主要竞争的是谁 日本嘛 所以原本可能 中国跟这个日本以外的国家 买的这个工具机 很可能未来啦 我们在想啊 想这个问题 那很可能他就直接跟日本买交 如果要跟日本买 那就会产生本来台湾跟日本是 竞争者的关系在工具机 我们就会受到影响 好不好 这是基本面的改变 所以我就放弃这个产业 就不再去关注它 我所谓放弃就不再关注它 原本是想说 它如果进入打底格局之后 我可能第一个买回来一支工具机 好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稍微要缓一缓 我看他们之后面的一个变化之后 再来做决定 好 刚刚谈到了一个关键 有会员在问 不是很多 有会员在问 老师那国具是不稳 我的判断点不是它的价格 有没有涨上去 我的判断点是它的成交量 你去看它的成交量 今天是三万两千多张 将近三万三千张 国具的历史天量叫三万四千张 今天将近三万三千张 是不是历史次高量 历史次高量 这种情况之下 稳了吗 量能的过大代表卖压还是很重 对 虽然今天国具是收高的 代表什么 买盘也很厉害 但不是一天就可以确定它 然后成交量的判断 不是因为价格上来 你就不管成交量 不是这样 我曾经跟各位谈过一个观念 我不谈过一个观念 我说W底的结构里面 左脚的量要大 所谓左脚的量要大指的是什么 我打下来之后 我的多头 我的买盘要消化掉你的空荒卖压 但是我的右脚成交量 譬如说我消化掉之后它会反弹 W底不就是这样的结构吗 好 左脚的部分 我的量够大 然后弹上去之后 再压回的时候量要缩 右脚的量要缩 右脚的量缩 代表你的筹码收进去之后 是锁到保险柜的 而不是我买 左脚买进去之后 右脚的部分拿出来滚动量 那如果滚动量 底部不会是出现大量 底部成交量的形态 不可能是出现大量 不规则量等等等等 那不可能 它会什么样的一个成交量 所以我想 很多人在问我量的问题 那我干脆就把这份资料送给你好了 好 我有份资料 这份资料叫量价谢天机 量价谢天机 那我这一份资料里面 我讲到一个基本的量价原理 量价人人会看 解读各有不同 结论南辕北策 下场富贵贫穷 好 那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成交量 同样的大的成交量 有人说这主力进货 有人说是主力出货 有没有 很大的成交量 有人说是主力进货 有的时候说是主力出货 那另外一个部分 怎么去判断它 量的形态有哪些 我先透露给各位了 我这边写法我是说 在全市成交量的过程当中 必须力求其前后的一贯性 就是我们在判断成交量的时候 不是用一天 而是用一段期间 所以我刚才谈到 我说为什么 我在看上映之后 没有马上出手 因为我要看一段期间 不是看它一天 不是一天的价跌量缩 价稳量缩 就可以进去买 而是一段期间 那这段期间 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打底的结构成交是如何 所以在这份资料里面 这个量价谢天机 这份资料里面 我把几个标准的形态给各位 比如说它有打底量 我在每一个形态里 后面都有附助另外一个 第二页的部分 我有附助你的操作方式 就是我要告诉你怎么去操作 当你是出现打底量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这个操作的方式 我也附在上面 这有两张 这个有两张 有两页的概念 两张A-folds 两张A-folds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先去解释一下成交量的形态 比如说有打底量 有攻击发起量 什么叫攻击发起量 什么 起涨量有什么 然后冲刺量 洗盘量 不规则量 起跌量 跟窒息量 我会在量的形态里面 跟各位来分享 然后从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给你策略 打底量应该怎么做 攻击发起量出来的时候 该怎么去做操作的动作 包括起涨 冲刺 洗盘 不规则 高档背离 低档背离 起跌跟窒息 好 窒息量 这些量价的形态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拿去做参考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 现阶段的结构里面 你必须要做好一件事情 保留现金 在大盘的趋势往下的过程当中 保留现金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方式 不去抢盘面的强势 这是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 短空阴影 所以我最近为什么会去做一些短空的操作 其实我只是要告诉我的会员 我短空的目的是在帮你保留现金 因为我不去做多 我们要去抢多 抢多 那手脚要快 我昨天去抢128的核大 如果我抢在131就完了 对吧 我抢在128的核大 今天一开盘132 过不去就撤了 过不去就撤了 这个短线上面很快 我的动作很快 那同样的 在短空的部分里面 如果他跌了一大段 我就射好停力点就好 譬如说 我113空的这个稳帽 昨天吓我一跳 我以为要拉起来 结果接近一看 开高手跌我就不理他了 有没有 我射好我的停力点 我113空的 我会在哪里做停力的动作 如果说他没有突破我的停力点 我基本上空单就续爆 这短空的策略在这边 同样的6456列列程 我一样 我空在108的夜程 那我现在就是设好我的停力点 当他突破某一个点 我就把这空单补掉 空单补掉不是有现金吗 有现金当大行情来的时候 我才能去怎么 去强力的做多 那现在呢 大盘还趋势要往下 你就不要急的进来 强短也要像我一样 可能今天买可能就明天卖 干脆不要了 我们就找一些短空单来去做应对就行 像5264的凯生也是一样 48块空了之后 我设好我的停力点就好 我设好我的停力点 好这个 还有包含这一支 102块空的 这个比较偏中长期 我就等你补跌 台数很厉害 我空到现在只赚4块钱 但你相对来讲想一件事情 我在判断 我认为后面最后落底的情况会怎么样 一定台数三宝做补跌的动作 那我也跟你谈过台数的部分 因为它的主要的产品叫PVC 那我现在知道PVC的一个报价在下滑 好报价在下滑 那另外一个部分你看 台数是因为有政府基金在撑的 没有政府基金在撑的叫滑下 你看它滑下怎么跌的 同一个时间滑下降跌 台数会抗跌的原因是因为有政府基金在护 那政府基金只要一缩手 它就会补跌 所以真正的落底 我在看可能台数三宝的这个击跌 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一个落底的结构 现在是水泥了 有没有 你现在看到的是水泥 现在在补跌的部分是水泥 台泥 然后亚尼 现在金融加入阵营了 这个国贷金开始加入阵营 所以这些一定是这个政府基金护盘 为什么会掉下来 所以你就知道并不是政府基金护盘 就一定会涨 好 不管如何 好了 那这一份资料给各位 就是量价谢天机 这份资料送给你 那请你加入LINE A之后 成为我的好友之后 在上面点选来索取 好 那有很多的成交量的形态 你可以拿回去去做这个 来做观察这个 在周末的时候来观察 好 那我想基本上就是 现阶段不太适合去做多端的布局的时候 你就保留现金为主 现金接受看 明天同时间 再见 拜拜 拜拜